当地时间9月13日,位于非洲西部的加内共和国首都阿克拉举行隆重的国葬和悼念仪式,面会于今年8月18日应并逝世的联合国前秘书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整颗悲安娜,让这位非洲之子在自己的祖国入图为安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,北州都国元首,外国政要级高级代表出席,在阿克拉国际会议中心,举行的国葬仪式,送别这位生前急剧生育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最后一程。 国葬之后,安娜的骨灰将被安奉于位于阿克拉的新军事公墓内。 安娜生平,非洲之子,世界之子971,科菲安娜出生于加纳,1962年,她在日内瓦以世界卫生组织行政和预算,干事的身份加入联合国。 此后曾相继在财政、预算及雷和行动等多个部门担任高级职务。 安娜1997年1月,出任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,并于2001年连任,至2006年12月31日卸任。 她是联合国史上寿明非洲黑人秘书长,任内大力改革,带领联合国更积极参与维和行动极得抗贫穷。 致敬安娜,她是一股向上的引导力量,是非洲骄傲的儿子,和平与人类的捍卫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